硕士博士比您年龄都会大一些 有很多 所以光提到同步工程 不能像国内某些网红的主播提到 直接给他就定义了 这是不应该定义的 华人家长 就是感觉孩子去上同校 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优秀的孩子如果留在这边 他学分级点高 他的简历上面有各种奖学金 很好看很有吸引力 这样的话有进展力 实际上有很多奖学金是可以申请的 措施还少一些 博士有很多奖学金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是在蒙特的市中心 Saint-Cathry这个核心地段 在康科迪亚大学地铁站这个位置 李教授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康科迪亚大学周边 哪些属于是康大的 对 我们到这个Cathryn大街和Gee交叉点呢 有两栋比较显眼的 一个是这个EV Building 这个是主楼是吧 主楼就是我们的工程和 Fine Arts他们在的这个楼 旁边就是那个 John Mawson那个商学院的楼 这是我们康大市中心校区 主要的两栋 周边还有大概有个五六栋 其他的教学楼 还有教育系 对 教育系 还有数学系 我们刚才路过那个修道院 那个也是康大的 对 那是康大的 就是给学生 就是有一部分学生会喜欢去那边 觉得那边安静 在那边上自习 上自习 有些教室 是24小时开放的吗 这个我还不知道 那边呢 还有图书馆的楼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市中心 叫St George 所以康大在市中心 主要是以楼为主 它还有一个在 NDG区的一个校园 对 叫Loylar Loylar校区 那边就是相当于 很像大学的校园一样 对 有大的操场 草亭 然后 体育场啊 很多很多那个专业是在那边的 对对对 我们一共两个校区 OK 本科人人数 学生人数 也是加拿大前几的 学生人数 那您所在的这个系的话 就在这个楼里面 主楼里面是吧 对 我的系呢 是在这个EV Building的六层 今天呢 我很荣幸地邀请到 康科迪亚大学建筑土木环境系 李彪副教授 李教授呢 是我们华人界的一个 颇为年轻的一个教授 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骄傲啊 在加拿大这边呢 他是如何成为 我们这边著名大学的教授的 在这里呢 先让李教授先介绍一下 你的一个学业经历 和从业经历 还有什么原因来到加拿大的 谢谢王总 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个华人群体 这个特别多的榜样啊 我像我是做的比较基础的 我在国内 其实是读了本科和硕士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专业也是图木工程 但是中国地质大学 它的图木工程是做的方向是偏地下的 我也是做地下方向的 邓请博士呢 当时拿到了卡尔加利大学 就是我们西部阿省的 卡尔加利大学 他给了全额奖学金 所以我就到这边就读博士 读了四年半博士 然后当时 导师也比较满意吧 他就重点培养了一下 就留在他那课题组 做了博士后 做了八年多 有一个机会在那边 做了一学期的讲师 然后半年多这边 卡尔加利大学有一个职位 也算是比较幸运 就申请就过来这边了 就来到蒙特利尔这边 蒙特利尔这边 这边是助力教授 然后我就到这边来了 当时您过来的时候是多少岁 入职是29岁 那真的是太年轻 当时你是带硕士生 带博士生 对当时有博士有硕士 也有本科 那有没有比你年龄大的 这个学生啊 有有在加拿大这还挺常见 是我有一个硕士比我大七岁 这底下也是 康克比亚大学的地铁站 对因为布丁的地下 地下一层正好就是 那个P Concordia 这个绿色的轻轨站 所以直接下楼就是啊 对从楼下直接过了 过了一道门 直接就可以坐电梯 直接上这边 这边中国留学生多吗 中国留学生很多 尤其是工程和上学院 好像Montalea就是基本上 中国留学生比较青睐的两所 康克地亚大学 麦吉尔大学啊 是这两所学校是咱们中国留学生 最愿意上的这个学校 因为两所也都是英语大学 对对对 在Montalea就是这两所 英文 这个就是康大主楼 叫EV Building EV Building 然后工程 谢谢 这样我们就到了这个EV Building 今天周末啊 人不是特别多 我看他这边也有一些吃饭的 咖啡的 底下有地铁站 有奶茶店 下室就是地铁站 很全啊 就在这个楼里都能解决 冬天不用出去 直接在楼里 吃啊喝喝啊 坐地铁走啊都行啊 对 这个通道下去 就到这个上学院的楼 所以不需要走上面走 走下面有个通道的 都是室内的 这样吗 嗯 你看这个房子 我们是一共有四位教授姓李 两个是LI李 还有两个是LEE LEE李 对对 这是我的办公室比较简陋 然后疫情期间 把很多那个书都搬回 呃搬回家里边 在家搬回厕所 对对对 我办公室有很多石头的 因为我是做 做这个地下相关的 岩石一些 呃标本啊样本 然后嗯 呃有些本科的课 我会带过去 让学生去摸一摸看一看 这些都是你的博士生吗 他们对 这是我的一部分学生的名字 有些做的东西 你这下面是当时拿的 哦 这是这是这个 国际研设理学协会给他一个 一种鼓励吧 哦 所以在韩国倒是 啊 这还有湖南大学的这个 是我们系跟国内湖南大学 呃曾经有一个本科的联合培养的项目 哦 所以是跟跟国内的高校是 呃有很多合作关系的 所以湖南大学的这边是 外国语国际教育学院 是啊 那华人在这个工作中会不会就觉得有这个融入问题 因为本地人的语言呀文化这些会不会感到感受到一个融入的一个问题呢 嗯 从我入职的感觉呢 就是融入的还算 华人算融入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像我们系有八九个华人啊 这么多 麦吉尔那边也有很多 包括门大都有很多 我们这个群体里边 有个协会群里边大概有 光门特利尔这边大概有七八十 华人教授群体 很多榜样 哦 所以的话 在加拿大这个社会 它是个移民社会 对 主要在这边 在某一个行业 呃比较出色 呃 他其实并不考虑你这个种族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边上课呢 主要的语言都是呃 法语还是英语啊 呃 康纳是英语 OK 啊 我们康纳 我那研究生的课里边 有麦吉尔和门大的 这个三个校 学校的学分互相承认的 啊 那他们什么麦吉尔 麦吉尔同步系 经常有学生到我的 那这边来上课 我的研究生课 有有两三个都是他们 他们的学生 但是他们的学分也是互 互相承认的 啊 这样子的 他对这边的课感兴趣 就来康纳这边上 对 那康纳大学生赶紧可以去麦吉尔上啊 还有门大 还有ETS 不过ETS也是啊 ETS也有了 也有过来上的 哦 这样子 因为他们门大那边好多 学生 国际留学生 他的法语 嗯 还达不到那个水平 他学分 尤其是研究生 他的学分 要要要博士要有三四门 他一开始的话 不适应的就是来这边上课的 嗯 有好几个学生是这样的 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专业 具体的这个内容对专业领域的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嗯 嗯 这点我还想着重强调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普遍来说一提到图木工程啊 就是一些呃工程啊工地啊 就是塔吊 挖子机都是这些或者大楼建房子盖房子 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实际上呢 他这个专业名称Servile 他是一个民用 就是说可以服务于基础设施民用 能能为这个基础设施服务的 他都算这个图木的大的一个专业 而且呢 他覆盖地上也覆盖地下 像我在在在卡尔家里的时候 因为那个阿审他的石油行业比较丰富 丰富 石油公司特别多 我在那边做的全都是做 那个柴油的 石油的地下的石油资源 石油热材 都是做那些方面研究的啊 嗯 但是呢找到较职以后来这个蒙特利尔这边 除了加油站你也看不到石油公司的图标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型 其实还在土木这个大范围下 我就转向了这个绿色能源做低热工程 啊 然后也转到了这个环保方面 像气候变暖 嗯 所以呢 我是成立了能源与环境 抵制力学课题组 所以我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就是说即使是土木工程 每一个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有很大不同的 也都不一样 不太非常非常的细啊 对对 所以光提到土木工程不能像国内某些网红的主播提到 呃 直接给他就定义了 这这这是不应该定义的 因为你你在土木 你也可以做新能源 也可以做环境 嗯 也可以做可持续这个战略性的 可持续发展方向的一些研究 还有呃 这个不管是做研究还是做企业 嗯 都是可以做这个新的新兴的一些产业方向的 所以对于一个学生 他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 他也要仔细的研究这个专业呃 这个导师研究这个方向 他是否有感兴趣 对吧 因为不能光看这个土木工程这个大方面的专业 还要细化到这个导师他的这个课题 他的研究的这个方向 是的 是的 嗯 尤其是如果申请读研究生读硕士或者博士 嗯 他的方向就会更细 您对您这个专业的一个个人理想是什么呢 嗯 从我在卡加里读完博士到这边入职 嗯 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对 现在呢 在这边主要是想致力于地热这种绿色能源 还有气候变暖 对环境的影响 属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向 所以这是我一种一个大愿吧 希望致力于 以以己之力以来对这个全球的能源危机和环境 嗯 能做自己利所能及的贡献 嗯 在研究方面呢 嗯 地质灾害呀 还是节能减排呀 希望能能能能能能能 做一些呃 新的发现 还是呃 理所能及的一些贡献吧 那未来呃 是否会考虑再换方向 或者是有一些更远大的一些目标 呃 我觉得目前在这个方向里边做这个五六年 我入职也七年了 这这个方向里边我找到了自己应该是确定了 因为图目大方向 我慢慢的呃 找到适应自己能做的 还有适应全球发展的这个方向 慢慢的我就适应了这个方向 目前这个方向应该不会再变动了 然后呃 致力于把它做好吧 那您的这个专业呃 就是相比于其他的呃 加拿大的这些名校 嗯 他们的专业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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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